2月11日,生日快乐,卡吉米尔谢维里诺维奇·马列维奇·卡吉米尔谢维里诺维奇·马列维奇的个人生活和他的艺术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作为一位重要的俄罗斯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马列维奇对俄罗斯革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的政治信仰深深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尤其是他的创立的超越形式主义运动。 马列维奇出生在1879年,他的早期艺术创作受到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 然而,他在20世纪初期开始对抽象和非客观艺术产生了兴趣。 这一转变源于他对形而上学和童话音乐的研究,这些思想在他的绘画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1915年,马列维奇创作了他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即《黑方块》。 《黑方块》是俄罗斯前卫艺术家马列维奇创作的一幅作品《最早的一幅》。 随后还有其他四个类似的版本。 这幅作品象征着他的超越形式主义理论, 其中以黑色方块呈现的是他对客观世界的否定和对无形感的艺术探索。 这一形式主义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成为二十世纪艺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俄罗斯十月革命期间,马列维奇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政府抱有积极的态度。 他认为艺术应该是一种服务于社会的工具,可以改变社会现实。 他支持政府的艺术政策并参与了相关的组织和展览。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列维奇的政治信仰在艺术界引起了争议。 在苏联艺术家被迫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期, 他的超越形式主义运动被视为意见。 尽管如此,他仍然忠于自己的艺术理念并在教学和著作中传递着他的思想。